在我的生活中 充斥着各种开关的声音 这些声音代表着科技进步 也代表着一天所需的用电量 我是一名都市女孩 这就是我每天以为的日常生活 2022年的台北市 让我明显感受到科技的进步 我所居住的城市 致力于能源转型 台北市转型的结果 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世界为了地球永续 节能减碳 我们的国家 我所居住的城市 致力于能源转型 捷运北投机场 为台北市第一座 取得电业执照的光电厂 年发电430万度 更是大台北地区 最大最具指标意义的 公有屋顶太阳光电厂 常兴进水厂 为顶层加盖进水厂 太阳光电 年发电量达213万度 照顾你我生活用水 南港山水绿生态公园 北台湾最大教育环境 生态环保 绿能创电的再生能源示范园区 电的重要性 在我35岁这年有了很明显的改变 台北市能源发展及转型 由工部门开始 便及全市 学校设置能源教室 使能源教育及节约能源之观念 在学校教育中落实扎根 市府推动公民电厂 带动市民响应 关渡国中就是全台首座 室有公用公民电厂 50%以上资金 来自民众募资 2%回馈金 用于校园教育 同时也带动全台响应 推动公部门光电 2022年9月 全市机关屋顶已经有 54,897瓦太阳能板 每年可减碳26,657公顿 减碳量相当于 68座大安森林公园 相较于2014年 全市累计设置379处 太阳光电暗场 共增设253处 与2014年比较 太阳光电已成长超过17倍 成长非常快速 进行学校登具泰换 向低学校用电量 预计到2030年 将累计泰换 30万5565具照明设备 市府也建置校园能源管理系统 已经有236所学校参与 除了机关学校外 也看到很多社区 开始设置太阳能 新义新城社区 就是台北市 第一个由社区管委会 及住户 业者 三方合作 合力建制的 有了太阳能屋顶 隔热又降温 还能减少用电量 让社区省荷包 台北市每年提供 太阳能设置设备补助 推动到现在已经累计补助 2186万元 以前 太阳温暖我们 现在的太阳 照亮我们 让我们生活更舒适便利 未来 我们的城市 也陆续有水力发电 地热发电 新兴能源加入 以提供更稳定的能源供给 带动城市永续发展 迈向2050灵探台北 需要你我 共同努力